第十九題 鋁箔子有一面較為光亮 另一面較為粗糙 當烤魚時應該如何包裹 為什麼 我們曉得一個光滑的面會容易反射輻射熱 而一個粗糙的面容易會吸收輻射熱 所以烤魚的時候粗糙面應該要朝外 讓我們能夠盡量接收到輻射熱 而光滑的面應該要朝內 讓我們能夠反射輻射熱 使裡面的東西的熱量盡量減少損失 所以第十九題問我們說 當烤魚時應該如何包裹 為什麼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光滑面應該朝內 因為可以減少熱輻射的散失